人情 生心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海定归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能无成功描迪胜 这是台湾人民 能无成功描迪胜 请大家合掌宫念开经纪 一经新法妙兰文 百千万节今重现 我今勤洗诸妙法 愿此功德皆回向 南无鬼谷先世王臣老祖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 第六第十届前世同修 我们继续来共修讲解 新万化维新 世间上离不开心 万生万物都离不开心 所有一切法 八万四千个法文都离不开心 山河大地也离不开心 所以心究竟有多大 就有如孔子开释的 意就是心 意经就是大五旗外 细五旗内 所以意道就是天的心 而天心 天道 天地之间的万生万物 也有心 所以整个的宇宙虚空 有一个大的心 叫做天心 天心之中 而包含的 所有一切圣人 神 佛 上帝 菩萨 万生万物 的心 所以叫做大五旗外 细五旗内 人的心 万物的心 是细五旗内 所以本维新圣教 在十几年来 一直在中国大陆 在洪华 将中华文化道童 把它传回去中国大陆 但是呢 那么大陆的一些 我们的同胞 他说奇怪 我们这里是万维物论 你们是维新论 竟然维新论跑到我们 大陆的维物论来了 我说 我没有跑进来 你们维物论里面本身就有维新论 只是你们不了解 受到政治的洗脑 所以只有维物论 没有维新论 所以维物论本身里面就有一个心 就是维新了啦 维新 本来就是在维物之中 维物也在维新之中 两个相互的包容 所以我们已经七千三百多年来咯 这个是心 这是心 这是物 这是物 所以维物里面还是有心 维新里面还有物 叫做心物 叫做心物 合一 所以也就是物质 物质 这就是能量 这也是能量 也是物质 所以物质能量不灭定律 所以物质能量不灭定律 科学的法则 天地的法则 地球也是物 地球也是一个小 宇宙一个小存在而已 那么地球小到多小呢 宇宙虚空 你来看的时候 你会找不到一个地球 回顾我民国七十五年 一个一年的静下来练活 练活我自己的灵 而魂 离开了身体以后 看到自己的身体一直小一直小 然后往空中一直去 一直上一向灰色 看不到我家 看不到台中市 看不到台湾 看不到地球 在空界中 一个大气层 到处都星星 小星球 哦那说我已经找不到地球了 怎么办 灵性 离开了我们的身体之后 这种感觉就是这样 而所以物有多大 就多大 心有多大 就多大 心就是有物心 物的心 人的心 还有天的心 还有道的心 有大 有细 道心 有大的道心 很小的道心 大无其万 细无其内 这个叫做意 所以意道 它整个就是天心的总和 所以王三老祖 开示我们 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真理的时候 我们世间里才会白走 不然我们会被执着一个小小的自我的身 和心而已 所以老祖 开示我们 我们心 究竟有多大呢 你的每一个念头 只是心的一小部分 由太极土来看 这个心 这其实是念 是念 是心 念头 就是思想 思想 是我们心的 一个小部分而已 所以念头 就是微诚 微诚 你看有多小 念头很少 也很小 所以我们的念头 往往你要决定一件事情 念头不够 就要用心 来寻找 我们的人生方向 讲起来很空洞 但是很实在的 所以古圣先贤 就用这个太极土 来开示我们 启示我们 所以也就是说 心包我们的念头 念头也在 念头中 也包含了我们的心 为物责 心所知的是有限 物责 心是宇宙虚空的总全部 不啊 各位微信闲事同修们 各位双善知识 一般人 把心 和念 都缴获在一起 所以我们的 皈依症 皈依信条 里面的 条文啊 我们不要有 黑暗的心念 黑暗的心 和念头 黑暗的心念 事实上我们的心是光明 念头是黑暗的 所以你的念头 黑暗了 我们 所知的是一切 所以念头 首知的是叫穿墙 着臂 穿墙 穿墙 穿墙着臂 是念头 心 就是包容 跨 一切 所以我们要用心 如果神里没有体验到 心的 伟大 心的存在的时候 我们只是用头脑去想去想 叫做 鬼谷 山卷 里面的 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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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揣摩 这个就是揣摩 一阴一阳 就是摆核 一开核就摆核 那为什么我们法门 那为什么我们法门 不讲百合篇 不讲揣摩呢 所以揣摩 揣摩就用了 就实验 实验 推敲 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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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为揣摩 所以老鼠 安心尊敬 已经开示我们 我们要直接进入我们的心 进入我们的心 心是我主 我们要找到 自己的心是我们的主人 你的主人在哪里 在里面 那是心脏 不跳了 俗话说死了 死了 我们还有灵魂的生命 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 他是研究哲学的 研究哲学就是推敲 用推敲的理念和理论 来看待人生 我们世间人 把他看着学系 着学 最高境界 老鼠他不讲着学 老鼠是谈心 所以 所以 哲学是一个名项 总称是心 那么这位信徒 他到学校是来 带着他儿子 十七八岁 来求老鼠 他有没有卡上什么 卡上什么 我很早就知道 他是研究哲学的 而且到处演讲哲学理论 我说 先生啊 你用你的哲学理论 来帮你的孩子 走出来 那就好了嘛 他儿子 他说 我把他哲学理论 晃屁哦 我听了都听腻了 我晚上都睡不着 明明就有人来找我 他还说 我是假想敌 因为他的哲学观呢 那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就存在就存在 我明明我在睡觉 就有一个男生 也是十几岁 他都来跟我玩 叫我出去玩 怎么样怎么样弄得我睡不着觉 跟爸爸讲 爸爸说 没有这个道理 那我就跟这位先生 你研究哲学 你的哲学理论很好 但是灵魂不是哲学所能知道的 所以你回去查看看 应该有你上一辈子 亲人也十几岁 就往生的 你查看看 一定有 你孩子 他的晚上不是做梦 是真实的 因为我用意 算嘛 光鬼咬 动 来相生 没有客 来相生就是没有恶意啊 有缘的 亲人嘛 那么这位先生呢 若是有的话怎么办 你用哲学去 解决好了啦 那就好了嘛 这位先生呢 顾弄说 有啦 我爸爸有一个 哥哥 也十几岁 他就 那时候有马拉利亚 孽吉啊 我们早期 我小时候那一年 那个时代有孽吉 马拉利亚呢 死了啦 那就对 就是这一个 他要求度 哦 那么这一位 子余也是 走学的演讲者呢 叔父你看怎么办啊 我很简单嘛 我们有法会啊 一年一度的水路法会 或是年底的阿弥陀佛圣诞法会 你帮他设个年位来超度他 那就好了嘛 你先报名 报了以后看看 结果他就先报了 那一年刚好快年底了吧 十月十七日到了啦 就先报名超度 那回去咯 孩子就晚上没有那个 空间灵魂界来找他了 总是阿弥陀佛圣诞啦 所以他就带着他那个儿子 也来皈依啊 他跟我说 叔父 还是宗教 厉害 我说 什么都厉害 真理永远才是厉害 没有真理用推敲的 穿墙着壁 不是真理 你没有办法排除你的生活的困难 所以要记住 心是我主 心灵 心灵 是我的主 人啊 各位微信贤士 各位失望 善知识 同修 心 是我的主 人 也是你的主 人 这个主 你没有办法去骗他 我们没有办法去骗我们的那位主人 我们的心 天地 就是良心嘛 所以王贤老祖 他的圣号为王贤 王贤 说天 地 人 把天地一以观之 就是心 所以我们人 站在天地之间 就是我们那一颗良心 所以耶稣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干练牺牲 只要是众生 不要再有战争 他连走了 他也看自己的头 往下来看自己的心 看自己的那一颗良心 所以也在教育我们 天地之间的万物 都有一个心 万物都有一个天 和地 你一个小小的东西 也有天 也有地 也有两端 两边 然后一个中心 气是灌起来了 灌起来了 大五其外 大 就是虚空 虚空 细 就是我们细胞 能量 所以我们要了解 天地之间 包括灰尘 都有这个 能量的存在 又如我们早上 请我们第六 各地世界你们很有福气的 供养 每年的法会 大家守公宋的经导 灰宝 供养大地 虽然只有小小的一个 残疾山 仙佛寺 但是那即使 已经大五其外 细五其内 因为我们在 供养 撒净的 整个的灰宝 虽然很细像 微臣 但是 他也大五其外 细五其内 哦 这都是有他的心的存在 所以王产 老祖开述我们 你可以骗人 骗不了那一颗心 因为我们的心 是大五其外 细五其内 好 我们的心 里面有阳 和阴 阳中有阴 阴中有阳 所以我们的有善 和恶 在做任何一件事情 也一样 尤其善恶之分 哪一个善 哪一个恶 那里只有大家学义经 你才能够知道 善与恶 不然 我们 没有办法找到一个 中间点 所以才有 王产老祖开示 大家学义经 做人处事可安心 我们的心是不安 我们要安心 安心就是要有智慧 你才能安心 你知一切法才能安心 不然所安的心 是一个假的心 而又有如早上 我跟各位讲了 回顾 三十多年前 购买土地 我把土地 还了他们 还了之后 两个老人家很高兴 很高兴 我也很心安 我怕说万里 两个老人家 地主啊 环老环老戏啊 那我真的一生 我的心不安了 所以安心 要心安 心安 务必要由外而内 早上来上课 碰到我们那月女师姐 她呢 会不好嘛 很能够啊 一定要找医生啊 结果搓了 两千cc的水嘛 搓了就好吗 我在98年的时候 我也搓了一千五百cc啊 搓了就好了啦 又活了五年多啊 自己要保养一下啦 我跟我们 那个赖月女师姐 也跟她说 你不能死耶 你一死咯 我要钱的时候 我没有人家支持的 你也没有人家支持 我减一条 亏收入耶 若是有的人 他想说 师傅 你这么开心 叫我不要死啊 爱钱都要找我 叫我不要死 对啊 你怕死嘛 就不要死啊 好好地探钱啊 他开工厂啊 做了有生有受啊 所以都是心嘛 你的姐对于师傅 讲的这个 你不能死耶 我们就意思说 你这个心信心不要死掉啦 对自己要有信心啦 除了要用意 你去占服你哪一个有缘能治你的病的以外 自己健康保健 自己要自我修行嘛 这都是安心的法文啦 所以你要安心 一定 你要学义经 大家学义经 做人处处可安心嘛 哦 所以你知一切法 心就能安 你不知一切法 嘿嘿 我告诉你 你觉得 心安不了 啊 化灰啦 你怎么看开 你不学义经 你怎么看开 不可能啦 所以 我们在世间上很多事情 没有特别的智慧之道 你要看开很困难 大部分都活在 怀恼 不板 颠倒 梦想 各种 环绕之中 所以我鼓励大家学义经 做人处处可安心 凡是用意 你绝对 会减少很多心不安之处啊 唯愿各位十方善诸士 我们在台湾 在国内 到处开课 希望你们 有时间嘛 介绍亲友或自己 来读义经啊 你才会知道说 哎呀 我怎么这么慢才来读 还不完 只要有心 你遗物 已经打破 你万年黑暗 的烦恼 遗物 你就能够开启一盏 自己的人生光明的灯塔呀 各位维心 先是同修 心是我的主人 心就是这个功能 维心 那么我们用义经 做龟挂 乌龟 是社交座的啦 不是真的要咕咕抓来宰啊 刮来宰就很没有礼貌了 不好 我们用社交座了 这个龟挂 你现在当下普挂 有多少心 你知道吗 有多少心 心是无量的心 我普挂的人 有心 问挂的人 也有心 这个事情 是有心 好坏 也有心 坏到什么程度 也有心 坏了到最后的结果 也有他的心 阿国以后 未发连的多少的烦恼 也有心 曾经我们有一队的 相互恋爱 已经 差不多七八年了啦 有一天 就来问我 两个人带着来 问我说 叔父 我们结婚好不好 好 我就 用笔子挂出来 六冲挂 哇 你叫我怎么讲 我不能讲说六冲你没有结果 那就是心嘛 我说 有缘来相会嘛 一见钟情啊 再什么 再见 就会伤情 我讲这一句话 他没有用心来听 他说 我们最近都在吵架耶 我说你们的吵架 我再补光看看 看这个心在哪里 你为什么会吵架 结果 动摇 之外 动摇之外 为一件事情 去起烦恼嘛 就为了 就是订婚的礼品啊 他要用什么牌子 他要用什么牌子 两个在那边争 他说我海啊 四海啊 这些要为了 礼品 你孩子 你要嫁的人 你不要计较太多耶 我没有跟他这么讲啦 我说 哎呦 滴就好了啦 你说不行啦 要用什么牌子 滴这也都好了啦 我说你要吃几分滴 我要吃六分田啦 那么你们现在不是很长的 哇 那那个田不一样啦 哦 知道 好了 没有你 我厨房 我抹个桶 给你拆拆 你教他什么长的 你这么想好了 那是心嘛 那是恋头 不是心啦 结婚啦 就不要计较 呼吸 在一起就不要计较 你计较 你什么都会没有了 都死翘翘 烦恼 幸福都会死翘翘 烦恼死了 最好 但是幸福死了 哦 所以我说你 这样啦 两位咧 已经七八年了 是非常有缘了啦 好好珍惜这个情缘 不要为了 泥饼的事情 你们来闹翻天 为泥饼的事情 而分散 这样非常没有智慧的 好 那么你们原来说 我爱你 爱你的 骗你的 又来补充 就是 叔 知道我很爱他耶 我爱他 你就要奉献 哦 你不要说 为了说你也爱他 你要他追求你的理想 来相爱 这样是骗人的 你没有心 你就用念头去想 我你的心情缘 你要注意 我说一句心情缘 那男朋友 听得到 也没有讲话 他这个男朋友 确实也非常的冷静 啊 回去又恋爱嘛 恋爱又一年了 之后 结婚了啦 啊 结婚了 那时候咧 结婚的时候 哇 那两夫妻又闹我 你带我去问张老师 张老师明明说不好 为什么你说好 我又没有说不好 你都乱说 你都会借我滚头脑 情就塞 献我他不意 这孩子带来了嘛 我让他们解体 我学习当老祖 当菩萨 听人家说 两个阶段 我以后接到他们听人家说 说很久的 所以各位同修 你们要做行 很简单 但是很困难 怎样困难 你坐在那儿 要学习 处合汉戒 什么意思啊 关系看家人 要很温柔 看家人 你不去拖累 你才是厉害 你就睡了啦 所以 那听人家讲了 他一个半小时 我说说带来 我说带来 周太太 叔叔 带来 我问他们的先生 帮帮帮 帮帮 要不要 怎样带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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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對啊 好啦 給我媽媽呢 師父 我懺悔了 我老婆 不知道她怎麼樣 老婆就要摸著 嗨嗨一下 嘿嘿 我好高興喔 今天她終於給老祖罵了 老祖牙不開去 怎麼會跟你罵 自己的良心在罵自己 自己的良心 那個心 來罵自己的 指責自己的妄念 所以心 因為我是光明的嘛 心 不黑暗了 戀頭 叫黑暗 戀頭 存哀 叫對立 戀頭 就是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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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相反 那就是電燈 太陽 尤其電燈 兩個消風 平壞的啦 兩個電燈 點在這裡 越點越光明嘛 那就不一樣嘛 兩位咧 甘願了啦 你怎麼摸 手摸 摸得到的 到現在紅色也好睡得到 所以心 是不能欺騙的啦 戀頭 就會欺騙自己 所以各位同修 心和黏 兩回事 黏是有貪 真 氣 心 戒 定 慧 完全沒有計較的是心 所以認識自己的主人 心在哪裡 沒有價格的 是主婢的 有貼婦的 有愛的 有愛的 是善良的 是心 是積極的是心 戀頭 才有貪真吃 三毒 影響了我們自我的幸福 光明 我相信普天下 最終的紅阿母 也多得不得了 唯遠啦 有聽到的 食王善之士們 孩子有這個問題 提醒他們要用心 不要用念頭 用心 永遠不會受怕 用念頭 永遠會受苦 各位微信 前世 各位時王善之士 風水學 也有心 也有心 所以烏載 有心 烏載 這個是心 我們把它分來九宮格 這是心 烏載 有心 是靜的 所以這個心 就是靜 這個呢 是我們的結構物 是物 結構物 繞著我們這個心 所以我們的處長的地理 非常重要 中心 曾經在南部有一位 心臟科的醫生 他就 醫學人嘛 醫學人 當然 一對風水他就不相信啦 有一天 他的親家 有病 帶他來 當作來生活室 他對 他對 野親家來 野親家心臟有問題 但是那時候我們 我在台誌 講課 在播出 他就尋尋覓覓 來到全國室 到哪來上課 第一屆的上課 上課完 這麼嚴重 這麼嚴重 說他的心臟有問題 那我要沾一個掛 沾一個掛的 勾存 勾存的物質 中途中央 中途中 勾存洞 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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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心臟 有問題 那時候 那時候 尋個土 他有 陽土 陽土 與陰土 陰土 陽土為石 為焦 焦頭 撿起來的蜜蜜蜜 為焦為石 我 你的家中 有問題 你的家中 不可以 有這個 水塔 不可以 有電腿 中央 因為 中央 你要是在電腿 就是勾存 就是心臟 這是心臟 搞定嘛 中央是勾存 是物質 都天與都地 上上下下 心臟病 或是中央 你有水池 中央有水池的時 這樣會影響到你的胃 為 胃病 引起的心臟 或是中央 化問池 化問池 這會出 神經病 心臟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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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來 那麼 我們這些信徒 師父 我中央是一層水池 我請先生 加工都已經出生氣了 不錯 別中 所以中央是一層水池 很漂亮的中庭水池 我這就影響到你的胃 所以你的心臟有問題 但是你敢不敢沒問題 你還行啊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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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齊叔叔 那位醫生 我來 師父 你說我這個怎麼 我去沒病 你如果知道沒病 風水病 風水病 難怪我去沒病 我都知道他就醫生了 他說他就沒病 他就醫生了 好不好 請問師父 你說中央 如果電腿會怎樣 也心臟病 也心臟病 他說 我的媽媽 心臟都沒人 他母親心臟無力 就是 中間 一家家 衝一支電腿給她媽媽 八塊八塊比較好寫 中央 一支電腿 所以造成心臟無力嘛 那我這一位醫師 姓李醫師 他說師父 風水也厲害喔 我本來就厲害嘛 翁翁 你要做孝子 不敢被叛套主耶 所以就是 心是我的主人 我剛好違背了風水真經 什麼 沒有安心真經 心是我的主人 你的主人 處的中央 你被 這個 機械 後天的動態 後天的 一些不優化的東西 把你弄判去的時候 你的主人 就是被 外來 誤 把你傷害掉嘛 誤了傷害囉 你的心臟 心肌 病 心肌 病就來嘛 這樣而已嘛 所以心是我主耶 各位同學們 你如果自己檢討自己的家裡看看 我們家裡在家裡 不管你的房間裡 他這樣只叫我媽媽 無到無無法 我說快點 電梯封起來不要用 給睡覺就好了 我們做一位醫師 我知道要謝謝師傅 我們來風水和病息息相關 對嗎 這個電梯乾脆丟掉 好了啦 所以我們要設計電梯 什麼時代咯 等你目睹的時候來不及了啦 這是我們要有智慧 這個法軸 風水法軸 已經五千年的文化到現在來咯 不是現在 有一個人出負 媽上講的學年 這是我的印證 所以古時落的風水書的切 要切來現在用 不完全可以用 各位要注意 古時落的風水的切 沒有過勞 現在有過勞 以前相關三勞 就不得了啦 現在我們的三十樓 一百樓 現在的風水的國語完全不一樣 所以古字要經用 現在要用一千來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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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很清楚 可以去一步修 像我們在畫家 祝福各位 舒適優雅的環境 專業清新的工具